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打米600多斤的骨子 我们都把这个骨康跟米装上车了 然后老公说我们这里800斤 因为这个打米呢是按精算的啊 按精算的 你来看啊 我乘开的时候 那我乘起来说只有500斤 对不起吗 哪个名 乘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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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看东西乘的来看 你拿个笔来挤起 你没笔吗 我挤了手机高的 33.2 小树地给他弄起 33.2 我搬到车上了 我都弄下来给你乘起来看 说起我们年轻人是南门不讲道义 不讲江户轨迹啊 你怎么年轻人呢 来看嘛 你来看看嘛 你来到山 30 你去44.5 你去44.5 44.6 45.3 45.3 45.6 45.6 45.6 30.10 所以说我也不是说怎么样 农村人怎么样 我也是农村人 只是这个大爷真的是有点那啥 上次我们拉了1000斤过来打 然后4块钱一斤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回直接拉过来打的 直接就没问价格 现在他要5块钱一斤 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差这点钱 是不是吧 几十块钱不是多大个事 但是争一口气 因为啥呢 他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了600多斤 然后我们打完之后 康跟米都打包好 直接装上车了 他说这里有800斤 我们为了争口气 我们又去旁边借了一个电子秤 过来一包一包的秤 加在一起666.9斤 667斤 相当于是 金数上是没错的 没到800斤 这个老革命 他说至少是800斤的这个骨子 然后现在呢 他又要我们给5块钱一斤 打这个米 我们上次来打过的 打过的收的4块钱一斤 是1000斤 直接给了40块钱 这次没问价格呢 就直接过来打了 所以说现在就扯皮了 老革命就跟我们扯皮了 真的不是说差这一点钱 想起来真的是心里不是滋味 现在又把米跟康全部装上去 一二七 跟这种老年人呢 老革命打交道啊 提前得问好 啥东西得问好 这次算吸取个教训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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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